汉堡第二天还能吃吗? 能吃是能吃,可是不新鲜 部分暴露的蔬菜还有沙拉都会被氧化 营养成分有所流失 最早的汉堡包主要由两片小圆面包 加一块牛肉肉饼组成 现代汉堡中,除了夹有牛肉饼外 还要在圆面包的第二层中涂以黄油 芥末,番茄酱,沙拉酱等 再加入番茄片,洋葱,蔬菜,酸黄瓜等食物 就可以同时吃到主食,副食 这种食物食用方便,方位可口,营养全面 现在已经成了畅销世界的方便主食之一